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也是明确的 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封一跑也不要 国家领导人会见美国方部长马蒂斯时的这番话不卑不亢 比任何语言都掷地有声 他既声明几方立场 又是警告对方 一语双关 恰到好处 这句话首先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特朗普上台以来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 美军舰在南海闯进中国岛礁12海里 以所谓航行自由名义践踏中国主权 挑衅意味十分明显 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一句话画下底线 南海、台湾、钓鱼岛都是中国的 警告美国不要想打什么台湾牌、南海牌、钓鱼岛牌 那是在玩火 和当年华夏38多县一样 放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还对那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国家 以震慑 这句话还是给周边邻国的 马蒂斯坊长本身就是强硬派 发表过不少对华强硬谈话 比如在本月初的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他在谈到中国时的用词就很激烈 就在几天前他还批评 中国想恢复朝贡体系 他的目的是挑拨离间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封一跑也不要 更多的是让周边国家放心 中国绝不走殖民扩张的帝国主义老路 这句话更是给对岸的台独分子听的 别白日做梦了 蔡英文接受法新社采访 呼吁国际社会一起制约遏制中国的霸权扩充 蔡英文以为抱上美国的粗腿就可以肆无其弹 因此在分裂中国的不归路上越滑越远 台当局如今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 其实就是美国的出手相助上 明确警告蔡英文 只要美国人敢越过红线大陆都敢动手 更别提台独势力了 这句话也是中华民族尚无精神的鲜明体现 自古以来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没有丝毫改变 今天的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一面镜子 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需要我们发扬阳刚血性的民族精神 才能雄距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胆怯奴性的民族 就像《六国论》里说的 今日歌舞成 明日歌时成 然后得一息安寝 岂是四敬 而情宾又质疑 只能割地赔款 支离永远在大炮的范围之内 领土永远在导弹的射程之内 马蒂斯莱华前期的中国导弹骑射消息 完全吻合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精神 也是给他的一个下马威 车载导弹导弹射程1500公里 够不到美国本土 但美国也不得插手离中国海岸1500公里范围内的事 华盛顿与北京开展两国利益博弈是可以理解的 但要清醒看到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除了在21世纪开展合作 其实别无选择 中美都是和大国 有着巨大的国家潜力 两国如果开展军事对抗 其破坏力难以估量 这不是中美和当今世界能够承受的 中国爱好和平 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也不惧怕战争 勿为言之不欲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